今天是2月28日 是瑞典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 奥勒夫帕尔梅被刺杀的35周年纪念日 这里就是当年案发地点 现在路面的这个位置 镶嵌了一块纪念铜牌 写的是瑞典首相奥勒夫帕尔梅 在1986年2月28日被害于此 当时夜深人静 帕尔梅夫妇看完电影 来这个地铁站坐地铁回家 杀手从影院门口一直尾随到这里 开枪将帕尔梅击中 然后逃进这条街跑掉了 经过了34年的调查 一直没有找到真凶 最终在去年6月宣布结束调查 因为官方认定的嫌疑人已经在2000年死了 以前这条街叫隧道街 在他被刺杀之后两个月 正式改名为沃尔夫帕尔梅大街 以此来纪念它 我们经过的这个教堂 就是帕尔梅举行葬礼 安葬的地方 这个案件有两个地方让我觉得吃惊 一个是凶手尾随了200米才开枪 如果有哪怕一个警卫 都会发现并阻止刺杀 那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不带警卫 其实那个时代不单是他这样的高官私人事件不带警卫 就连国王也经常不带警卫 前任国王一次单独在街上遛狗 被一个美国记者看到了 就上前打招呼 问他 国王陛下 您的警卫呢 国王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带警卫呢 因为瑞典的富足与长期和平 给了所有人极大的安全感 第二个吃惊 是调查了34年 居然没有破案 为什么 多年来 一万多人因此案收到讯问 有134人承认谋杀罪名 在很多国家 这种大案要案 不能迅速破案 会让警方很丢脸 更何况已经有上百人承认 要想结案 早就可以结案了 但是这里的办案讲证据 讲逻辑 到了不要面子的程度 想贸认罪名都不给你机会 对于这里的警方来说 如果为了迅速破案 办出一个假案 冤案 才是他们最大的耻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